东北角沿岸是吊客聚集海调的地点 不过每年都会有吊客落海的意外 根据市府的统计 今年东北角共辽瑞芳 共有四件吊客落海溺笔的事件 因此瑞芳区公所也呼吁 吊客一定要穿着救生衣以及钉鞋 而沿岸的安检所以及辖区派出所 也都有救生衣可以借用 请民众多加利用确保安全 新北市东北角地区 不论是共辽及瑞芳 沿岸都可以看到有许多人正在岸边钓鱼 对方区长就表示 适逢东北季风强盛的季节 呼吁钓客一定要穿救生衣以及防滑钉鞋 而公所也会不定期于警销人员 前往岸边稽查确保钓客的安全 可能是忘了带救生衣 或者是说根本没有穿救生衣 就在海边钓鱼 其实东北季风容易引起风狗浪 也曾经发生有钓客落海 造成消防队员还要再耗贿人力 去做一个救援 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 就是说其实游客如果 钓客如果没有这个救生衣的话 没有临时没有带救生衣的话 我们在四个这个 我们对方区14公里海岸线 总共有四个码头 那四个码头海巡署都有安检所 还有我们四个这个三个派出所 总共有七个地方 都有提供这个救生衣 为了帮助许多钓客 忘了带救生衣的麻烦 其实在沿海地区的海巡安检所 甚至是派出所都有提供 新北市政府的救生衣借用服务 瑞兵派出所就表示 没有穿救生衣海钓相当危险 一不注意就会被风狗浪袭击落海 因此呼吁没有带救生衣的民众 就近向派出所借用避免发生意外 因为冬天海巡浪是比较大 如果说有这些钓客 如果说出门忘记带救生衣的话 对 安检所有提供 市府有提供救生衣 欢迎大家来那边接一下是没关系的 我们直接稍微做个登记就好了 我们公所也经常的 就是我们也请同仁 那这个都是会有不定期的 这个派员去宣导 那通常我们也会接近这个钓客 或者是说在车上 我们都会去做一个 夹单宣导的一个动作 来呼吁民众 就是说来这边 欢迎民众到这边来 但是因为开放性的一个海域 自己在这边钓鱼 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安全 确认表示 东北角今年就有发生钓客 落海溺斃的意外 呼吁钓客不要因为怕麻烦 而不穿救生衣 还有民众认为越往外面 或者是浪越大 渔群就越多 这些都是有很大的风险存在 因此呼吁民众 还是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 避免涉险而发生意外 街坊墙瑞方场报道